大家好,欢迎来到TOP研究院 12岁尽少管所,19岁替付还债,给50岁老男人当情妇 22岁为爱界调为禁品,36岁出书火遍全球,很难想象 这竟是日本黑帮山口组首领之女的人生经历 印象中的黑帮无恶不作,掌握着极大的权力 为何这位黑到千金的人生却如此坎坷 今天我们讲日本黑帮山口组首领之女天藤香子 1968年,天藤香子出生在日本大阪 他的父亲是一个黑帮组织的组长,手底下管着一帮小弟 同时还经营着几家房地产和金融公司 不同于其他黑道家庭,天藤香子的家庭氛围十分温馨 天藤香子一家死口 他的母亲是很传统的日本女人,乖顺柔弱,温柔的姐姐 是人们口中的别人家的小孩,有权有势 身家不菲的父亲也是个十足的女儿炉 被天藤香子这个小女儿,可以说是疼到了骨子里 虽然是魂肥帮的,但天藤香子的父亲 从不把那些打打杀杀的事情带到家里来 每天按时回家陪女儿吃饭不说 周末也一定会带一家人出去野餐旅游 即便家里有专职照看孩子的保姆 但这个身上纹满纹身的黑老大,每晚还是会亲力亲为的 给女儿讲睡前故事 天藤香子在父母的宠爱下 过着普通日本人享受不到的优惑生活 虽然有个黑帮爸爸 但在他的印象里,爸爸一直都是温柔慈爱的 几乎和黑帮这个词不沾边 不过在天藤香子七岁那年 他见到了父亲作为黑老大凶残的一念 那天,他父亲手下的小弟来他家里汇报工作 没过一回,小香子就听见书房里传来争吵的声音 好奇的他往书房看去 却看到了让他终生难忘的一幕 那个小弟跪在父亲脸前,以便道歉 以便将自己的小拇指砍了下来 惨叫声和鲜血,深深刺激着年幼的天藤香子 他下滩在闻声赶来的母亲怀里 尽管被捂住了眼睛 但是鲜血和父亲暴怒的样子 一直在他脑海里挥之不去 经过这次,天藤香子才真正知道 被别人称呼为组长的父亲 从事着什么职业 不过他并没有害怕 而是对着有一大帮人拥护 能轻易掌控别人生死的黑帮父亲 有了更深的敬佩 没过多久 天藤香子进入小学一年级 在入学报告上 他十分骄傲地在父亲的职业一栏 填上了组长 同学和老师们震惊的目光 在他眼里也都变成了羡慕 有一个身份不一般的父亲 天藤香子内心是十分骄傲的 作为黑道千金的天藤香子 在学校里基本都是横着走 没有人敢跟他作对 同时也没有人 真的敢跟这个有着危险家庭的孩子交朋友 好景不长 天藤香子公主般的生活 在他父亲入狱后彻底结束了 警察对他父亲所在的帮回 进行了清剿 天藤香子的父亲作为头目 被抓进了监狱 没有了父亲的庇护 天藤香子母女三人 开始面对来自四面八方的恶意 老大见了橘子 那他手底下肯定会有不安分的人出来 身是天藤香子父亲曾经的小弟 就不断上门 以帮回共同资金为理由 逼迫他们母女交 出家里的钱财 天藤香子看着从前对自己疼爱有家的叔叔 变得凶神恶煞 年幼的他只能害怕地躲在母亲身后 不仅在家里要提金吊胆 天藤香子在学校的日子也不好过 之前碍于他身后有强大的背景 大家都对他忍让三分 即使受了委屈 也敢怒不敢言 现在天藤香子失势了 他立刻就成了所有同学嘲讽的对象 甚至还被校园霸凌 有人趁他不注意 将他的外套和鞋子扔进火堆 大扫除的时候 也故意安排他一个人 做最脏最累的活 有同学甚至还当面嘲笑他爸爸 进了监狱 说他是犯人的女儿 一开始 天藤香子还会向老师告状 希望老师能帮他主持公道 可是老师对着有黑道背景的他 也带着偏见 面对同学们的霸凌行为 选择了睁一只眼 闭一只眼 天藤香子孤立无援 不希望给心力娇瘁的母亲 再带去烦恼 便自己默默地扛了下来 他一天一天地数着日子 希望父亲能早日出狱 待他脱离这片苦海 终于在天藤香子四年级的时候 他的父亲因为表现良好 提前释放了 可当天藤香子满心欢喜回家见父亲时 他傻眼了 三年牢狱生活 让一起风发无所不能的父亲 变成了不秀蝙蝠 一脸颓废的中年老男人 出狱后的父亲与之前判若两人 他不再疼爱自己的亲女 也不再关心自己的事业 整天只剩下不停的酗酒 每天还有不同的女人 将醉醺醺的父亲送回家 乖顺的母亲向他们道谢后 还要遭受父亲的拳打脚 踢田藤香子 也尝试过阻止父亲 可是他每次拦在母亲面前时 换来的都是父亲更大的怒火 连带着他也一起挨打 久而久之 田藤香子心里积攒起越来越多的怨恨 他很欺负自己的老师同学 恨颓废暴力的父亲 更恨自己懦弱无能 他想着 自己要是能像曾经的父亲一样强大 是不是就没人敢欺负他和妈妈了 直到田藤香子十二岁上初中那年 他撞见了一只都是乖乖女的姐姐 田藤真姬去歌舞厅 早就想去见识一下的他 缠着姐姐不放 姐姐架不住他的请求 帮他画上了同样艳丽的妆容 带着田藤香子 走进了灯红酒绿的歌舞厅 昏暗的灯光下 几乎都是跟他们年纪差不多的 男男女女 他们在烟酒的刺激下 疯狂扭动的身体 田藤香子看着被人群簇拥的姐姐 这跟他记忆里 曾经呼风唤雨的父亲 一模一样 这一晚之后 他开始有样学样 也打扮成小太妹的样子去学校 渐渐地他学会了抽烟喝酒 还找了几个同伴 组成了自己的小团队少女黑风组 田藤香子开始在学校里 报复那些欺负过他的人 很快 田藤香子不良少女的名声传了出去 学校里的人见到他 都是低着头走 感受到别人对他的恐惧后 田藤香子彻底爱上了这种 可以横行霸道的感觉 飙车打架 细微禁品睡男人 成了这个少女的日常 尽管父亲发现他的所作所为后 将他打得遍体鳞伤 一遍遍告诫他远离那些混混 但田藤香子 却觉得这是父亲久违的关注 这使他沉溺于叛逆的快感中 无法自拔 田藤香子做事越发没有顾忌 直到他初三的年 因为参与打架斗殴 致人重伤 被送进了少管所 他一直尊敬仰慕的父亲 见到他后 只说了一句晦气 然后救头也不回地走了 被最爱的人厌烦 这让他根本无法接受 田藤香子开始思考 自己是不是真的做错了 在少管所的八个月 是他这些年来难得的安静时刻 最后 他也因为表现良好 被提前释放 出狱后 警察还帮他申请到了初中毕业证 希望能帮他走上正途 姐姐天藤真迹 在妹妹入狱后十分后悔 他打心里觉得 是自己把妹妹带上了这条路 甚至还差点毁了他的一生 于是 天藤真迹下定决心 跟那些狐朋狗友断的联系 他一边打工 一边等妹妹回来 天藤香子出狱后 天藤真迹帮他申请了一所 军事化管理的寄宿学校 想让他重新好好念书 过上健康规律的生活 天藤香子知道姐姐的用心良苦 所以也没有反对 在严格的管理下 天藤香子慢慢戒掉了坏习惯 与之前那些混混朋友也断掉来往 哪怕是周末回家 他基本也是待在房间里看书 看着女儿走上正轨 变得努力上进 天藤香子的父亲也被触动了 重新捡起以前的生意 开始认真努力工作 一家人眼看着就要过回幸福美满的生活 可是命运又跟他们开了一个玩笑 天藤香子18岁那年 家中发生了不少变故 他父亲由于长年酗酒 身体出了问题 需要一大笔医疗 废治疗 偏偏这事 一直帮父亲做担保的朋友 也背叛了父亲 并携款潜逃了 还留给了父亲巨额债务 再加上当时日本经济一直不景气 政府还有一打压黑帮组织 天藤香子父亲的权势 早就不复从前 接连受创后 天藤香子父亲一并不起 根本没有能力去偿还债务 欠债也变成了无底深渊 他们家最大的债主叫钱岛 是个不好惹的货 他每天派人上门催收欠款 受不到钱就一顿打砸 最后还强占了天藤香子家的房子 天藤香子一家 被赶到了破烂不堪的贫民窟居住 病痛缠身的父亲和软弱无能的母亲 除了在家里长居短碳外 其他什么也做不了 父亲身上的高利贷就像滚雪球一样 越来越大 姐姐天藤香子对父母失望透顶 在一天夜里 天藤香子收拾好东西 给天藤香子留下一笔上大学的学费后 离开了家 姐姐走后 天藤香子也准备搬到学校里去 好好准备高考 按照计划 他应该会考上一所西医的大学 可他怎么也没有想到 他的梦想会因为家里的这些破事 彻底化为泡影 天藤香子还没来得及搬去学校 讨债的人就追到了家里 五十多岁的钱藤 看着青春亮丽的天藤香子动了邪念 提出要天藤香子给自己做情人 以身抵债 天藤香子的父亲当然不同意 钱藤没说什么 这事就不了了之了 可没过多久 钱藤就派人将天藤香子从学校门口掳走了 然后给十九岁的天藤香子灌下迷魂药 强行占有了他 天藤香子虽极力反抗 但这样的行为换来的都只会是一顿暴打 天藤香子甚至差点被打死 在那个破旧的小旅馆里 前岛进行后问他愿不愿意跟着自己 天藤香子心想 既然事情已经这样了 自己无论如何都逃不过这个人的魔掌 不如就答应了他的要求 至少能帮父亲偿还债务 就这样天藤香子停止了学业 成为了这个老男人的情人 可从那天以后他每天都要面对前岛的非人对待 好几次他都重伤 不得不去医院治疗 为了满足自己变态的心理 前岛还强制给天藤香子注射了违禁品 让他彻底离不开自己 这样痛苦的生活一直持续了三年 这时的天藤香子也彻底沦为了违禁品的奴隶 就在他以为这辈子彻底毁了的时候 前岛因为过度吸食违禁品而猝死了 天藤香子的苦日子终于熬到了头 前岛虽然死了 但他带给天藤香子的痛苦还在继续 天藤香子因多年吸食违禁品 根本无法恢复正常人的生活 钱倒死了 就没人能给他免费的药品 天藤香子没脸去找姐姐借钱 更不想见到父母 自己又没有一技之长 连生活都成了问题 走投无路之下 他想到了去卖身 毕竟这是他唯一能做 也是来钱最快的办法了 就这样好不容易逃出狼口的天藤 香子又把自己送进了虎穴 他穿梭在各个酒吧里 陪不同的老男人喝酒睡觉 这样的生活让他恶心不已 却又是他唯一能活下去的途径 好在命运没有放弃天藤香子 很快一个改变的一生的男人出现了 那天天藤香子在酒吧搜寻目标时 被一个男人搭讪了 他看对方装扮身价不凡 立刻高兴地与他攀谈起来 聊天过程中 他知道了男人叫做孝光 也是一个黑帮的成员 甚至坐到了二把手的位置 或许是孝光的身份 让天藤香子感到格外亲近 他也忍不住想起来自己的身世 让他意外的是 孝光听完他不堪的过去后 并没有露出嫌弃的表情 而是真心实意地心疼他 这个晚上 两个人什么都没发生 只是喝着酒聊到了天亮 在这之后 孝光还经常来找天藤香子 并说要追求他 习惯了被人当作玩物的天藤香子 第一次感受到被人尊敬 他觉得这或许就是上天给他重新活过的机会 于是他下定决心要重新开始积极生活 之后他再也没去过酒吧 并且铁了心地要戒掉违禁品 戒断的日子是很痛苦的 发作时被折磨的天藤香子 整夜整夜地睡不着 他每天都活在幻觉和痛苦中 实在受不了的时候 他就让孝光把自己绑起来 半年之后 在孝光的陪伴下 天藤香子终于戒掉了 这个残害他的东西 而孝光也因为被天藤香子感动 决定退出黑帮 跟他结婚 一起去过普通人的生活 决定重新开始的两人 商量后 一起来到了天藤香子姐姐所在的横滨 他们在这里开了一家居酒屋 可是普通人的生活 却不像他们想象的那么容易 没日没夜地劳作 让赚惯了快钱的他们 痛苦不已 夫妻俩的生活 还没走上正轨 大阪就传来了 天藤香子母亲中风的消息 即使天藤香子在怨恨父母 也还是割舍不了心中的亲戚 他回到家里 陪母亲度过了最后的时光 母亲逝世后 天藤香子把年迈的父亲 也带回了姐姐家中 两姐妹决定一起赡养父亲 不过这段时间 居酒屋经营的并不好 基本每天都是入不敷出 所以天藤香子和孝光决定离开横滨 去东京打工 到了东京之后 小两口的日子也依旧很艰难 天藤香子夫妻俩 每天工作十几个小时 才能勉强支撑起这个家 再加上还要给父亲赡养费 他们几乎存不下钱 让天藤香子没想到的是 她居然还接到了姐姐借钱的电话 姐姐一家虽然说不上是大富大贵 但也不至于要借钱生活 仔细询问 知下她才知道 原来是姐夫沾上了赌博 把姐姐存的钱败光了不说 还在外面欠下一大笔高利贷 曾经被债主逼到崩溃的记忆 又涌入脑海中 天藤香子发誓 不能让姐姐也受这样的苦 孝光也很心疼他们姐妹 主动提出 把家里最后应急的积蓄 给姐姐还债 在几人的努力下 姐夫的赌债好不容易还清了 可还没过一个月 又由债主找上了门 姐夫的赌饮根本戒不掉 姐姐也因为 她在最难的时候 曾帮过自己 而不愿意离婚 天藤香子不可能不管姐姐一家 可这也注定是个无法填满的无底洞 思索了几天的天藤香子 做出了决定 她不能拖累拯救了自己人生的孝光 所以她提出了离婚 尽管孝光表示不在意 天藤香子也依旧坚持自己的想法 两个互相扶持走到今天的人 最后还是分道扬镳了 离婚后 天藤香子没日没夜的工作 一方面是为了赚钱帮姐姐还债 一方面也是为了麻痹自己 最后一笔债还完后 天藤香子也回到了一无所有的状态 这时她陷入了迷茫之中 没等她做好下一步打算 她又收到了父亲癌症晚期的消息 可是父亲不愿意 再给天藤香子姐妹带去负担 说什么都不愿意接受治疗 1997年29岁的天藤香子 去医院见了父亲最后一面 这个曾经叱咋风云的黑老大 最后一次以父亲的身份 留下了对天藤香子的嘱托 她希望自己的女儿 能有一个健康美好的人生 即便前面几十年已经被毁掉了 但也别放弃今后的人生 父亲的话让天藤香子泪流满面 她陷入父亲离世的痛苦中 无法自拔 行尸走肉一般地生活了几年后 她收到了一封来自姐姐的绝比信 因为受不了永无止境压抑的生活 姐姐选择离开了这个世界 但是在绝比信中 姐姐希望 天藤香子能带着自己的那份希望 好好活下去 就这样 天藤香子唯一的亲人 也离她而去了 背负着父亲和姐姐的期盼 天藤香子像打不死的小强一样 再次站了起来 她带着微薄的积蓄 来到了乡下定居 站在空旷的田野里 孤独的天藤香子 回忆着她前面几十年的人生 她决定要将这些坎坷的经历写下来 用来告诫那些和她一样陷入困境的人 不过因为天藤香子早早辍学 文采并不是很好 为了达到她心中的标准 她翻来覆去地改了两年 才把这本根据她真实经历改编的小说定稿出版 一开始 对这本书的销量 她并没有多大的信心 她内心觉得 可能不会有人愿意看她的书 所以2004年版本的流氓的月亮 一个黑帮分子之女回忆录 仅仅刊映了一千册 不过她没想到的是 这本书一上市 就在日本引起了轰动 销量很快突破了4.5万本 后来还畅销到了欧洲 随着小说的热卖 天藤香子 一度成为了日本的热门话题人物 她的亲手会和采访接连不断 还收获了一大批粉丝 因此也攒下了不少积蓄 成为作家后 她终于过上了梦寐以求的普通生活 她开始能为生活中的小缺性感到高兴 一个包包一只猫 一件粉丝送的礼物 都是她幸福的源泉 经历了家道中落成为玩物 一度被拽进深渊的天藤香子 终于在36岁那年重获新生 靠着她顽强的生命力 终于重新站到了阳光之下 人生太过匆匆 如果注定要经历一些恶 那么也希望我们能在恶中结出善的果 如果这时的你不幸深陷人生的泥潭之中 也请记得再坚持一下 也许就是这一下 属于你的美好就会来临 关于这个故事到这里已经讲完了 对此你有什么看法呢 欢迎在评论区发表你的观点 我们下期见